布布拍影片超暖心告白让妈妈热泪盈眶,没想到女汉子B.O.Neo用牙齿咬爆气球瞬间不想哭了XD。 在贾静雯家的三个女儿中,老二布布可以说是公认的三个女儿中最像贾静雯,长得最漂亮也是人气最高的一位。 不过,伴随贾静雯带着布布和年龄最小的B.O.Neo录制节目,也有越来越多的网友开始get到B.O.Neo那里。 节目中只有一岁的B.O.Neo虽然还不太会说话,但是她的各种小表情也是自带萌点,为此也是圈了不少粉丝。 其中有粉丝便留言表示,本来是重逐步不来的,没想到最后却把小行星给了B.O.Neo。 B.O.Neo。 伴随新一期妈妈是超人的播出,节目组也放出一些关于B.O.Neo的未播花絮,其中有一条关于B.O.Neo的幕后花絮,便是B.O.Neo抱住一个大气球一顿乱咬的画面,为此身为妈妈的贾静雯看到这样一个画面后也是被吓到无嘴。 B.O.Neo。 果不其然,在B.O.Neo的各种乱啃之下,大气球终于爆炸了,不过,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被气球炸到嘴的B.O.Neo在气球爆炸之后却没有哭,而是像被钉住了一样,小表情也是一脸淡定。 直到好一会儿,B.O.Neo才反应过来,脸上露出难过的小表情。 看到这样的B.O.Neo,坐在电视前的嘉静雯揪住的心也慢慢放下来,接住被B.O.Neo的超长反射动作爆得哈哈大笑。 你有没有被这样可爱的B.O.Neo给萌到呢? 赶快来看一下当时的画面吧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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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